2017台北新车大展即将在台北世贸展出 全球车商奇聚开跑 这次车展展出了2017一系列的全新设计新款 不论是跑车、敞篷修旅、房车或者是金规车 民众都能够一睹为快 消费者更能在现场享受车商推出的多项优惠 不管是经典跑车、敞篷修旅车 还是经典优雅的金规车 乘民们都能在2017年新车大展一睹为快 Land Rover推出的世界唯一敞篷跑旅 拥有独特的Z字型收折设计 以及能沉稳应对不同路面的地形反应系统 受到都会男女与小家庭的喜爱 明年的部分像是最近很夯的跨界修旅车 因为它结合了房车跟修旅车的一个舒适性跟性能性的部分 所以在现场的部分是非常受一些 像都会男女或是一些小家庭的一个非常地喜爱 另外福斯推出的Bitter Pink 金规车 典雅的粉红车身烤漆外形 搭配粉红色灵格纹路织布座椅 加上动力表现与优好 睡晶上的优势 成功地吸引以都会通勤为主的女性驾驶 荣获2016年度 红点设计大奖的Volvo S90豪华旗舰房车 以第二代Pilot Assistant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为首 搭配大型动物侦测与完全主动刹车系统 大大提升行车安全 而豪华车在台湾的接受度更大于以往 随着台湾社会M型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其实在特别是豪华车的部分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车主 想要彰显他的一个个人的风格 在台湾会更为接受度会更高 除了敞篷跑旅 房车与金龟车 展场将会首次曝光性能跑车 最新限量车种以及畅销车 由于汽车太久换新减税案实施 众家车商也推出多项优惠 要来抢供民众荷包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家伟 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好 好